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Fast Jazz Jazz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清蒸芦笋 现在我们来准备我们的材料 首先呢,我们就将我们的芦笋 清洗干净 然后将它的尾巴那边切掉 因为尾巴的那一个部分呢 非常的硬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切掉 好了过后呢,我们就准备我们的热水 将我们的芦笋拿进去煮一煮 要怎样知道说芦笋已经煮熟了呢 它的颜色会慢慢变身 那个时候呢,就代表你已经煮熟了哦 煮熟了过后呢,就赶快把它拿上 然后放进冷水 冷水呢,是从冰除出来的那个冰水冷水 因为我们的芦笋会保持着清新和它的那个脆 所以说一拿出来,马上放入我们的冰水 过后呢,过后呢,我们就准备我们的酱料 是准备淋在芦笋上的酱料 好,首先,首先我准备的是我们的白油 就是那个芦笋了哈 然后蚝油 还有呢,我们的 加入石酒 和白开水 哦,记得先不要开火 放好了过后呢,我们才来开火 不然的话,我们的酱料会烧焦 然后煮到一半了过后呢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糖 就是当我们的酱已经开始热的时候 我们才放入我们的糖 这样呢,我们的糖会很快的融化 所有的材料和成分呢 我会将它写在视频那边 让大家参考参考哦 当煮到一半,它开始热的时候 它会起这样大的泡泡 我们就将我们的火候调到最小火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玉薯粉 已经掺了水的玉薯粉 倒入我们的酱料内 要多浓或者不要太浓的话呢 试试看个人的 首先呢,先放进去不要一口气倒完啦 只是先用小汤匙 试试看两汤匙 如果不够浓的话呢 我们才慢慢的增加 就像这样,看了它还不够浓 所以说呢,我又再加两汤匙的玉薯粉 当感觉浓度,水分全部都OK了 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 准备淋在我们的芦笋上了 现在我们就将我们的芦笋切成一半 切成一半后,我们就将它摆放在碗上 现在呢,我们就将我们的蒜米 已经炸好了的蒜米 淋在我们的芦笋上 过后,我们就将我们的蒜淋上去 这样简单 好的,我们的清蒸芦笋已经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大家可以试试做看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按钮和铃铛按钮 谢谢